我們又要來抽獎啦 這次呢要抽出一個超級厲害的東西 是這個 Toyota Center裡面的商品店 火箭專屬的特別的小禮物 也是Chris Paul的球員卡 上面呢還有你比賽當中的座位 所以它是一個像Ticket的概念 限量的 我買了一個回來 準備要抽給支持我的各位們 想要抽到這個的朋友們 你只要按訂閱 以及喜歡這個影片 還有在下方留言 最重要的是開啟小鈴鐺 我就會在一個禮拜之後 公布由誰來中獎 想要的人趕快來抽吧 贈片開始 我現在人在Houston Rockets Toyota Center的 Team Shop前面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商品到底賣了什麼東西 好像還不錯 後面呢有一個超級大的監視差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Chris Paul 去看看 等大家看一下 這個一號已經變Shartha 原本是Arisa 然後現在是Shalandra在穿 對 現在呢 這個是女生 耶 這邊超多超多的球 喔!PJ Tucker 超級硬漢PJ Tucker 去年季度賽的時候牙齒沉筋 因為防守的關係而折斷 PJ Tucker 其實我覺得球隊主場的店家 跟一般你在台灣看到的店家 不一樣的點在於說 這邊很多替補球員 即便是一場比賽上場10分鐘 或是更少 都會有他的球員 你看這一位 Lihar Clark 一個後衛 他也是一個體能勁爆的選手 這是球隊主場的Team Shop 最棒的地方 Kapella 然後 Oh! Austin Rivers Austin Rivers 是很新的球員耶 是這一季才過來火箭隊 這一季如果你穿回台灣 我跟你說 全台灣應該只有你會游而已 因為在台灣可能買不到這個球員的球衣 給大家看一下 好開心喔 正面呢要給大家看一下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他的黑色款式 其實他的配色會蠻強烈的 這個黑款呢一個售價是125元 就是還沒有加稅的價格 更特別的是這一款 這一款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但是有點隱藏黑色的感覺 他售價是150塊 然後這是Jim Harden的T-shirt 然後這是Harden的黑色款 這是for小孩的 小孩的帽子 我決定買一個東西回去給大家抽獎 這個大家看一下 這個球員卡 看起來非常的有質感啊 好決定呢 我不自己收藏 我要買一個回去 然後半抽獎給大家 抽到的人就有福了 可惜沒有簽名 我也覺得這個買回去也不錯 應該很多人會很喜歡 Chris Paul的束帶 這個是 曾經效力於火箭隊的民宿的 算是球員卡的整個套子 而且這個超便宜 這個十塊錢而已耶 然後這個火箭隊的杯子 我覺得這個火箭隊的LOGO啊 很像超人特工隊的LOGO 再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圍巾感覺就還蠻有質感的 類似手機帶零錢袋 這個25塊 有點小貴 騙錢 然後這個購物袋 很多文青會喜歡 但我覺得他設計的沒有很好 他一堆這個女生會喜歡的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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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的東西 這個要介紹一下 球員的親餅簽名球 有夠誇張的 PJ Tucker在10月29簽的球 這是Eric Gordon簽的球 這是Jero Green的簽名球 非常的唯美 再來是帽子王國 這上面還有球員自己本身在球場上穿的球衣 一件要250塊 給大家看一下 球員版的球衣有什麼不一樣 它上面的條紋整個就不一樣 看它的縫線 這件是不同的 應該也是電修 但是它的縫線就是不同 然後後面有一個金錶 這邊呢Sweetman 它邊邊還有一個插開的設計 要價Lambos塊 看一下Chris Paul的球衣 我要買的這一件 給大家看一下一般的球衣 跟剛剛的紋路就完全不同 這邊是直接 有點像是燙上去的 然後剛剛是電鏽的 那旁邊呢也沒有插開的設計 然後這邊其實這個標是一樣的 背後呢這邊也沒有金錶 什麼都沒有 一般的球迷版 價錢是125塊 其實主場版我覺得不難看啦 但是我還是想要買紅色 因為我覺得紅色才是經典 然後這一件的黑鞭 黑鞭其實也不錯 姚主席啊以前也穿過灰鞭的這一件 我就會覺得那一件很特別 很有今年價值 他還有賣這個 車牌 如果你的車子沒有車牌的話 可以在這邊買 然後這個是 看不懂 還有高爾夫球 還有這個是什麼 識別證耶 高爾夫球手套 真的什麼琳瑯滿目都有耶 他有拖鞋 沒有賣拖鞋 Hillis & Rockies的拖鞋 還有襪子 我覺得襪子還不錯 哇這件外套 非常經典的Rockies的外套 大家應該對這件會有印象 如果是很常在看球的球迷朋友們 掉下去 我這邊有專門賣海報的地方 喔這個吉祥物 我討厭他 因為球賽的時候他都不丟東西了 他都丟另外一邊 不喜歡 大家可以買一下加油的棒棒 可愛的狗狗 可愛的翔翔 這就是今天火箭隊主場 Team Shop的開箱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不要忘記到我的粉絲團按讚 還有到我的IG JILLISFUNNY追蹤我唷 還希望我去哪一個球隊的主場開箱的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掰掰